真言第三十一章后半段 在这一段我们一起要思考的问题是 怎样才是财德的妻子呢? 你是不是希望能够得到财德的妻子 或者是能够作为财德的妻子呢? 我们在三十一章前半段里面讲到说 这一章呢 它其实就是利目一乐王的母亲给她的教训 所以在前半段里面讲到 她怎么样教训她的儿子有四点 第一个呢 就是不要浪费精力在女色上面 第二个呢 就是不要喝醉酒 第三个呢 就是要为弱势的 为孤独的人来申冤 第四个呢 就是要能够按公义来审判 接着呢 她花了更大的篇幅 就是在真言的后半段里面讲到说 财德的妇人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换句话讲呢 这个做妈妈的 其实最在乎的就是她的儿子 是不是能够有得到一个财德的妇人 成为她的妻子 那我们一起来看 从第十节开始 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依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真的 这财德的妇人 谁能够得到呢 谁能够得到就是极其幸运的 其实呢我们看财德的妇人呢 在下面所提到的这些条件 还真的是不容易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我们来想象 买屋子的珍珠 能够比得上财德的妇人吗 其实呢 珍珠都是没有温度的 但是呢 一个财德的妇人 无论是在她的各方面 其实都能够带来我们身心灵 极大的祝福跟温度的 她财德的妇人呢 她就是能够让丈夫的心灵 依靠她 而且呢 就是带来极大的益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她怎么样描述财德的妇人 第十三节 她寻找羊绒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所以呢 她是一个亲手做工 非常勤奋的 就好像这个客家的妇女一样 那我自己的妈妈 就是客家的妇女 非常的勤奋 每天呢 都一定会做三餐的 第十四节 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未到黎明 她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做的工 分派卑女 所以呢 首先她会顾好家里咯 所以她总管家务 也是资源的分配跟管理者 非常的勤劳 一早就醒来做家事了 十六节 她想得田地 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力 栽种葡萄园 所以她还买田地 是投资这个地产的 另外呢 还能够栽种葡萄园 所以她还是能够经营农产 十七节 她以能力树腰 石榜 被有力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 她的灯 终叶不灭 哇 这个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子吧 我相信她的意思就是说 当在经营做事情 有必要的时候呢 她可以终叶不灭 她的灯可以终叶不灭 那第十九节 她所拿染线杆 手把纺线车 她也来做好这些纺织的工作咯 二十节 她张手周济困苦人 伸手帮补穷罚人 所以她不仅照顾好家里 她也照顾外面有需要的人 二十一节 她不应下学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珠红衣服 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 她的衣服是细码和紫色布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在三千年前 当然呢 很多这个衣服 都是他们自己要在家里面做的 所以她也能够在这方面 照顾好家里的人呢 都能够温暖 不会受凉了 二十三节 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所以呢 这可以看到她的丈夫 因她能够在社会当中 有一定的地位 二十四节 她做细码布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卖于商家 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发酵 就喜笑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她还是能够从事做生意呀 做贸易的工作 她是一个非常有威荣 有尊贵的 而且呢 她也为未来都做好了准备 二十六节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有人词的法则 这个就讲到她更深的优点了 她不仅是能够把她各样的事情 很勤奋 而且很能干的做好 把家里照顾的好 而且呢 她里面有一些很好的特质 就是心里面是仁慈的 是有爱的 所以她口里面就能够发出智慧 二十四节 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说 才德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服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所以我们看到 她丈夫对她的赞赏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她是敬畏耶和华的妇人 所以她说 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所以不管你现在已婚 或者是未婚 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只要是敬畏耶和华 就必得称赞 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 是年轻的年老的 我们敬畏耶和华 也都必得称赞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才德的妇女 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 敬畏耶和华的心 敬畏耶和华 就是智慧的开端 是知识的开端 所以有了敬畏耶和华 就有了智慧 有了智慧 就能够把各样的事情 做得对 做得好 把自己也能管理好 把家庭管理好 所以呢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就是要敬畏耶和华 最后呢 就是丈夫对这个才德妻子的一个祝福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才德的女子 所有辛苦的妻子 让你能够享受你操作所得的 愿你的工作在城门口能够来荣耀你 所以你所做的都能够得到最美好的一个奖赏 从神而来的奖赏 我们看到真言呢 是以敬畏耶和华开始 最后呢 也是以敬畏耶和华的妻子做结束 所以我们看到敬畏神的主题 贯穿了整本真言 敬畏神就是智慧 智慧呢 也就是真言的主题 所以愿大家都长存一个敬畏神的心 让我们呢 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是如此的伟大 祂是配得我们一切的尊崇 我们真是要降伏在祂的面前 全心的来敬拜祂 来爱祂 这就是敬畏神 我们感谢主 祝福你 阿们 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